欢迎收看众志诚诚抗击疫情特别报道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今天下午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请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民航局国铁集团负责人 介绍春运返程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马上开始 下面就进入发布会的现场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狗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下午我们请来了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刘和铭先生 民航局副局长李健先生 国铁集团副总经理李文鑫先生 国家卫生委疑控局负责人贺清华先生 请他们向大家介绍春运返程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有请刘部长做介绍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记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对春运返程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服务 保障工作的关心和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当前 疫情防控情况下的 群运返程问题 在2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强调 人口流入大审大市 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要求 加强对返程人员的健康监测 做好交通工具场站消毒通风等工作 切实做好防控工作 交通运输部认真贯彻 科学魔化 错峰返程和疫情防控工作 下面我重点介绍一下有关的工作情况 春运历时40天 节前15天 节后25天 今年是近6年来最早的春运 学生流与探青流相互叠加 节前客流基本与往年的规律一致 节前也就是1月10号到24号 全国铁路 公路 水路 民航 共发送旅客11.43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2% 日均7622万人次 峰值出现在1月22日的 也就是拉月28 达到了8453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 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和1.2% 节后随着疫情的变化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节后返程客流大幅下降 没有出现明显的返程高峰 据统计 截至2月14日 也就是说截后大年初一的 1月25日至2月14日 全国共发送旅客2.83亿人次 日均1348万人次 同比分别下降82.3% 仅为村运客流的六分之一 今天是2月15号 距离2020年村运的结束 也就是2月18号 还有三天的时间 可以肯定地说 客流量不会有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还是维持在 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这样一个低位 结合当前的情况 综合研判受疫情影响 预计今年春运40天客流 将同比下降45% 春运后半层客流大幅输水 旅游流商务和公务流等弹性的客流 大幅的减少 局部地区甚至归零 就是旅游流甚至局部的地区归零 返港等刚性的客流峰值会减少 并且还会拉长 将益处春运期 所以返程的客流呈现出日均强度 显著减弱 客流峰值显著降低 时间跨度显著拉长的特点 这三个显著的特点 也就是说 今年的春运返程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峰 不会出现往年多重客流叠加的 客流高峰的现象 峰值大概在1500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 我们日常客源量的二层 也就是五分之一 从客流的类型看 未来一段时间 主要是农民工返港 和学生返校的客流 公务 商务的客流较少 旅游客流则更少 预计二月底前 客流是以农民工返港流为主 综合判断 农民工返港客流 这个客源量 约为三亿人次 到目前已经返程了 八千万人次 所以到二月底 将会有1.2亿人次左右 三月以后 还会有一亿多人次来返港 预测带返校的学生的客人量 约为一亿人次 学生返程的时间 还要根据各个学校 开学的时间而确定 特别强调的是 虽然今年春运返程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峰 但统筹好 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安全 此次对我们交通运输部门来说 是一个新的大考 为此 下一步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入手 开展工作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返程运输服务的保障工作 依次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举作 认真做好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 消毒 消毒 通风 卫生清洁工作 加强一线从业人员安全防护 坚决遏制病毒通过交通运输工具 组织传播 组织企业做好乘客信息采集和信息安全的工作 保障旅客信息可追溯 二是统筹做好优化运力和班次的安排 加大运力 厂站 人员等投入 保障返程客流需求 严格控制交通运输工具的上座力 推广四川省农民工返程春风行动的经验做法 开展点对点依诈而止直达的运输服务 降低乘客再图交叉传染的风险 指导各地稳妥有序的恢复城市公交 客运搬线等交通运输服务 三是继续加大春运安全监管和隐患整治力度 加强雨 雪 冰冻天气下的应急运输管理 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四是密切关注雨情变化情况 秩序加强对雨科流量的监测分析 实时调整 用力安排 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 谢谢 好 谢谢刘部长 我们开始提问 提问之前还是先通报 一首代表新闻机构 第二排 刘理事 好 谢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那么我们刚才听到刘部长介绍了 就是今年的返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峰 但是现在也有专家分析呢 也会有比较集中的客流 所以想请问您来具体介绍一下 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 大概还会有多少人返港 主要是哪些群体 谢谢 好 谢谢您的提问 今天距离春运结束还有三天的时间 刚才我也讲过 综合研判受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春运返程 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高峰 目前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今年的大年初一到昨天 也就是2月14号 正月的21 全国共发送旅客2.83亿人次 日均为1348万人次 而且这些客流 绝大部分是返程的探亲客流 和一部分返港的农民工 与去年的同期相比的 下降了82.3% 随着企业的开工和复工 预计2月底前 客流是以农民工的返港为主 旅游的客流 短期是难以恢复的 商务流也比较少 虽然这些客流的规模 要远小于传统意义上的返程规模 而且时间还要拉长 所以峰值会有 但是这个峰值是在五分之一和六分之一 这个上面的一个峰值 所以根据预测 从2月19号到本月底 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1.6亿人次 日均会占1450万人次 约为去年同期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而且大家注意到 中央也印发了 错峰返程的工作部署的通知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各个相关的部门 连度 使得我们客流比较平稳的来返港 那么我们预计 三月份开始 这后面 那就是学生流 根据各个学校开学的情况 逐步的返校 那么还有一部分 农民工逐步的返港 所以预计 就是学生 还有差不多有1亿人次 要进行返校 这个同时呢 就是从我们全国高速公路网 我们实际监测的流量看 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路网监测的数据看 真月16 也就是2月9号以来 全国高速公路 日均的车流量 为599.65万辆次 比去年的同期 减少2126.98万辆次 也就是下降了78.01% 也就是说 是原来高速公路上 车流量的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啊 预计啊 整个的疫情防控的期间 全国高速公路呢 仍将处于低流量的状态 也就是说 反程会有一点小高峰 但是这小高峰 也就是在五分之一 到六分之一 这个层面上的高峰 谢谢 李局长 或那个李总有什么补充啊 李局长要不呢 好 受疫情的影响 民航啊 客流的流量大幅下降 从1月25日至2月14日 民航日均运输旅客量 47万人次 应该讲是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按照国家联防联控统一部署 为了有效减少人员的出行 民航局从1月21日开始 连续四次发布 免费退票的政策 据统计 截至目前 中外航空公司 共办理退票2000万张 票面金额 超过200亿元 从近期预测的情况看 客流的下滑仍然不减 2月15日至23日 日均里客预计不超过20万人次 客流量不足 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 客座率不足40% 因此对今后一段时间 民航客流的特点 有以下几个判断 一是可以确定 近期民航不会出现 类似往年的返程高峰 民航现阶段的运力比较充足 即使出现个别航线上的需求 上升的情况 也可以随时的监控 并从容的应对 二是返程客流流向 类似往年 主要从节前的北上广流出 目前是节后北上广的回流 三是不会出现 以往的客流叠加现象 主要是2000多万的退票 已经最大限度的减少了 非刚性需求 面对疫情的变化 许多旅客主动取消了商务出行 探亲房友 旅游度假等安排 随着各部门 各地区的疫情调控的要求 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 各类人员的出行 已经提前返回 这也减少了后期返程的压力 下一段面临的开学复工客流 目前学校开学的时间 仍然未确定 为此民航局 已经针对性地出台了 学生旅客免费退票 或改期的政策 引导学生 延后返回 如果开学的时间 进一步推迟 相关的政策还将顺延 谢谢 我补充一下 党中央国务院 对于节后 实施错峰的返程 降低渔情传播风险 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 有力的措施 现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我们原来预计 春运解后的铁路客流是 2.8亿人次 日均是 1,120万人次 但是实际情况是 到昨天为止 解后 累计发送 不到4,000万人次 日均184万人 下降 同比下降 83% 从2月11号起 已经连续4天 铁路发送旅客 低于 100万人 累计退票 达到 1亿 1500万张 所以我们 经过研判 认为 近期 铁路 不会出现 返程的客流高峰 从这个客流结构分析来看 铁路解后返程客流 主要由 5部分组成 1是商务拆铝 2是旅游流 3是探清流 4是学生流 5是物工客流 其中 商务和拆铝客流 大幅下降 旅游流 近期 也不会集中 出行 探清客流 已经基本返回 学生客流 一方面 不少省市 已经宣布 2月底以前 不开学 所以这一部分客流 和物工客流 不会叠加 另一方面 实施 措峰 措区域 和措层次开学 学生返校 也不会形成 基增客流 那么 在我们预测 总客流量的 20%的 物工客流 就成了 解后 以及 近期 返程客流的 主要组成部分 我们预计 物工客流 解后 一共是 5600万人次 其中 2900万人 已经返程 目前 带出行的 还有2700万人 由于各地企业 措施 复工复产 所以这一部分旅客 将陆续 分散出行 也不会形成 客流高峰 另一方面 我们从 车票的 预售情况看 从现在 到2月底 最高峰 日售票量 也不超过 100万张 与去年同期 相比 不到十分之一 这也意味着 铁路客流 将继续维持 低位运行 不会形成 客流高峰 对于 返程的 运输 我们铁路 也做了 充分的准备 一是 精准安排 错峰的 返程运力 实行 分散 售票策约 不卖无座票 实施 隔座售票 将客座率 控制在 50%左右 我们现在的 客座能力 最大的是 800万 一天 如果按照 50%的客座率 我们至少能够 满足 日均 400万人次出行 而目前 旅客出行的需求 在100万以内 所以对于输入 和输出地 比较集中的 劳务工的 团体客流 我们还可以组织 这个专链 或者包车 行事 确保 有序的 错峰返程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提问 第五排 谢谢发言人 谢谢主持人 我是韩国金箱新闻学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乘坐火车 或者飞机前 没问题 出行中 如果发现发热等症状 交通部门将如何应对 第二对发现疑似患者 或者确诊患者的飞机和列车 上官部门是如何进行 效度处理的 效度过程是怎样的 谢谢 要不李总 李局长和贺局长 你们来回答 这个问题 行不行 要不李总先来 铁路部门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 科学有效的 发热旅客 应急处置的流程 为应对舆情需要 我们每一趟列车上 都预留了一定的席位 作为临时的隔离区 满足应急需要 在列车上 如果发现发热旅客 列车工作人员 将立即对其进行隔离 按照车上 发现发热病人 处置程序进行处理 及时将发热旅客 下交前方有流验站的车站 移交地方防疫部门 进一步开展医学筛查和治疗 对于发热旅客 活动区域 进行应急性消毒 列车到达终点以后 再进行全面的 中末消毒 经过筛查 如果发热旅客 为确诊 或者疑似病人 我们将第一时间 向地方政府的防疫部门 通报 密切接触者的信息 便于查找 谢谢 好 李迪长来 好 李迪长先来 好 这个虽然啊 复工复产 暂时不会带来客流的高峰 但根据 防控工作的新要求 新特点 我们继续深化 原有的措施 首先是加强啊 对客流的监控 随时做好运力的调整 将航班便利化 乘坐 作为重要的要求 部署相关的航公司 旅客定做 实时监控 一旦 客足率比较高的 将换大机型 或增加航班量 降低啊 病毒传播的风险 第二个就是 防控结合 一方面是坚决防 将机场 进出 全部的旅客 进行体温检测 应查 进场 同时呢 对于发热旅客 及时处置 各航公司呢 也加强 国内 航班信息的收集 在直击 登机 各个环节 配备了体温检测 和医疗设备 尽最大努力 避免把病毒 带进机场 带上飞机 做到 另一方面 做到精细控 各运输机场 要加强 通风消毒 结合航站楼的结构 布局和当地的气候 采取切实可行的 通风 通气 的一个措施 航空气呢 也做好 航空气 空气的 系统的 检测和清洁 加强检测的频次 更换 过滤星 等部件 确保客舱的空气清新 同时呢 在客舱里 留有流关区 分散 安排 旅客 等精细化措施 不让 机场和飞机舱 作为 病毒传播的渠道 另外 对于机上 发烧的旅客 我们还专门制定了 技术指南 客舱的乘务员 都是经过专门训练 航班上同时配备了 机载的防御包等设备 炉浴 发热旅客 乘务员将按照程序 及时处置 包括 对航空气的 中末消毒 就是结束之后 要彻底消毒 座位 等等 这些都要依照相关的程序 来做消毒工作 我们还专门研制了 机上专用的消毒剂 既能杀灭 毒菌 病毒 又能满足 飞机试航 及防止 飞机损伤的 特殊的消毒业 所以以上技术指南 我们近期 还将发布英文版 供外国的航空公司和机组参考 同时 也欢迎大家对指南 提出宝贵的意见 谢谢 感谢这位记者提的这个问题 刚才讲到 在乘坐火车 飞机 这些交通工具 过程中 得了病 发热以后 除了首先 把这些发热病人 进行隔离 采取隔离措施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环节 首先还要把 所有跟他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登记 因为他得到病以后 如果到密切接触者 你不至于登记的话 一定他走 他有可能就被感染上 也许两天三天以后 就被感染上 到时候 这个时候登记上了以后 对于这些密切接触者 要告诉他 一旦出现情况 你该怎么办 找谁办 要把这个事件讲清楚 那么在交通工具 的密切接触者 怎么判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发的防控指南 第四版 讲得很清楚 就会在密闭的交通工具中 比如说高铁 密闭环机下 那么整列 那么飞机 也是密闭环机下 应该说 整个机舱 都应该作为密切接触者 但是这个呢 不要求是实施 全部的14天的隔离 要进行登记 要进行健康的指引 一旦发生情况以后 告诉他 应该及时地进行就医 要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 那么刚才讲到 对一些飞机 这些火车 在这些车厢 这些机舱里面 发现这些病人 这个飞机和火车的消毒 我想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制定了 这些交通工具 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的 消毒的操作指南 这些技术 讲得很具体 到底怎么做 用什么方法做 多长时间做一次 谢谢你 好 我们继续听吧 谢谢 深圳卫士接着提问 我的问题就是 随着企业的复工 大量的返程的员工 他们会密集地 集中地乘坐各种交通工具 就是说 这样会造成不可避免的 他们之间会 这种亲密的接触 请问就是 我们在这一块 如何做到有效的防控呢 好 这个问题 是不是请各家都讲一讲 要不请贺绩帐您一起 张 你刚才讲的 这个返程过程中 可能大家可以通过铁道 通过铁路 公路 或者民航 返回各自的学校 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那么在这个时候 当你要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 首先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 进行判断 你此前是不是感冒发烧了 你这个状况 有没有这种健康上的不允许 那么健康状况可以允许的话 那么你在 这个乘坐 这个公共交通的首先呢 你要注意 首先戴建议呢 戴个口罩 第二呢 你要注意个人卫生 比如说卫生啊 比如说你咳嗽啊 你不能敞开了把 你注意这个这个 要实际地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啊 比如说你也不要随地吐呆啊 啪啪就来 随时就来啊 对吧 这样也不合适 这个第三呢 一旦在你交通旅行过程中发现了 比如说有些 你保证你没有问题 可能其他同志 其他乘客发生了咳嗽啊 或者其他症状的时候 你要密切地配合我们的乘务人员 做好刚才我前面讲的这些密切 做好登记 做好一些必要的 采取配合这些服务人员 事成人员 做好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 这也是为你好 也是为大家好 一旦这个旅客被确诊了 你马上就密切接着 要实施14天的隔离 当然你这些信息登记不全 是找不到你 那对你自己的健康是不负责 对你的家人和朋友也是不负责 那么第四 第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对我们师生人员 就服务人员 你要做好你的健康保护 你是给乘客服务的 你需要戴上一定的口罩 你要戴上口罩 这个口罩我讲 无论你乘客也好 乘务人员也好 你就是一般的医用口罩就可以了 觉得不需要 没有必要戴N95口罩 这些过度的口罩 那么同时戴上手套 因为经常你要在这些擦洗 做这些工作 那戴上手套 定期进行消毒 那么发现乘客 留下的一些 这些 吐的一些 吐液 比如在卫生间这些物 要进去进行清洗 进行消毒 我想这样的工作 就保证 我们在 通过这个交通工具 造成的一些传播 我想 我就回答这么多 谢谢你 我再做个补充吧 刚才贺剧长讲得非常好 特别是对个人的防护 提了明确的一些要求 其实既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其他的领客 针对反乘客流的情况 交通运输部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科学防控 精准施测的 重要的指示精神 会同 人设 卫健 公安 还有铁路民航等部门 同舟共计 联防联控 部门协同 部审联动 正企合作 统筹的 做好反乘客流 运输 和疫情的防控工作 具体的讲呢 有这么 五项措施 如果要是 加上刚才贺剧长 讲的个人这个呢 那就应该是六项 这个个人呢 就贺剧长已经讲了 这个一是呢 就是要做好 交通厂站 和交通运输工具的 消毒通风 卫生清洁工作 加强啊 趁个的体温的检测 二是呢 严格的控制 交通运输工具的满载率 这个圈运期间呢 长途客运的搬车 搬轮 和农民工的 包车的克制力啊 原则上不超过50% 为乘客隔位 分散就座 以及啊 在交通工具的 后排区域啊 设置途中的 留关区域 来创造条件 三是呢 做好乘客信息的 登记溯源的工作 采集啊 道路水路客运 乘客的身份证件的信息 和联系的电话 按照班次 分类的收集 及时的啊 来转交给 卫健部门 我们呢 还在综合交通 出行大数据 开放云平台上 上线了 道路客运 乘客信息 登记的系统 来免费啊 供道路客运企业 来使用 这个四是呢 积极开展 农民工的 返港包车的运输 这些交通运输部啊 2月7号啊 也印发了通知 推广啊 四三省的 这个经验 对劳务输出大省 和外地人员聚集的 这些地区 加强运输的组织 错峰返程 发送啊 点对点的 直达的包车 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并且呢 优先的便捷出行 从而实现 出发的时候呢 有组织 健康呢 有监测 运输呢 有保障 运达的时候呢 有交接 全程呢 可追溯 这个五句话 这个目前呢 四川 山东 福建 浙江 等省市啊 已经在这方面呢 积极的 在地方 这个政府的组织下 开展了 农民工的 点对点的 运输的服务 截至昨天呢 已经累计啊 帮助2.6万名 农民工 返回到工作岗位 五市呢 加强交通运输一线 从业人员的 自身的防护 避免呢 交叉的感染 那么目前呢 全院的返程啊 正在秩序 疫情防控的任务呢 十分的艰巨 这个复工返港 运输保障工作啊 可不容缓 交通运输部啊 将与各有关方面 一道 强化协同配合 强化再图防疫的措施 为大家复工复产 返港提供安全便捷的 运输保障服务 谢谢 你机长又补充吧 好 其实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 谢谢你的提问啊 民航呢 大概有 还是这么几个步骤 一个就是控总量 第二个 全程的温度检测 进机场 包括登机 包括在机上 如果需要的 出机场 第三 是所有的场所 飞机旅客经过的通道 飞机上的高效过滤区的 频繁的检测和更换 第四个是 特别制定了对一线 包括安检人员 乘务人员 的自身防护 这既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旅客 第五个在飞机上 刚才介绍了 留有流关区 如果有些旅客需要的话 在这个区 可能的情况下 那么根据机组的安排 要做到流关区 最后就是 在可疑 除了一般性的消毒 这种情况 发生之后 流关区 发烧人员 要做终端消毒 这有一整套的 操作的技术指南 最后我还想说 请旅客放心 民航局将按照 国务院提出的 科学认真冷静的原则 在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的同时 继续做好 相关的防疫工作 谢谢 我们铁路系统 结合铁路的实际 采取了一系列的 有效措施 来做好返程的防控工作 第一方面是 最大限度的 避免旅客的聚集 从旅客买票 进站 趁车 出站 全流程 减少旅客聚集 尽量分散 第二是强化 发热旅客的筛查和 应急处置 目前我们已经下交车上发热旅客 502趟次 596人 第三方面措施是加强的战车的通风 消毒 保洁工作 第一是加强我们铁路职工的 自身的健康防护 因为铁路职工在一线 直接服务旅客 所以对自身防护 我们也是严格按照标准 对于职工的出秤 退秤 也是每次要进行体温检测 对于超过37度3的 也是暂停他上岗的 借这个机会 也呼吁广大旅客 在返程途中 做好个人防护 配合测量体温 戴口罩 少走动 共同地营造良好的称资环境 齐心协力 打赢疫情防控 主机战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提问 第三排就是男士的 第三排 日本独卖新闻提问 不知道今天出席的领导 有能不能回答 昨天北京市政府公布 所有的返程人员 到今后需要旧家观察 对我们外国人来说 也有从日本回来的人 北京市所说的 所有的返程人员 包括从外国回来的人在内 这个何记者能不能回答 就是那个14天的那一 我也关注到北京市出台的这个政策 对所有返回北京的人员 有求居家14天观察 我想这个政策是北京市根据 北京市的防控工作的需要 所出台的 不能说我这个 说是从哪个地方出来 因为你途径的情况不清楚 从防控 作为北京的疫情情况来讲 北京市出台这个政策 是由北京市的考虑 谢谢你 好 我们继续提问 第二块 这个意思 谢谢香港中平社 有媒体认为 这个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关键期 那么春运的返程 又会不可避免地 带来一个人流的密集 请问如何防止疫情 通过这个交通运输工具传播 并且降低这个客流输入地区的 输入性风险 谢谢 那么还是请何局长 谢谢你提了这个问题 那么如何通过房子 通过交通工具 传播传染病 传播这个疫情 首先是有两个方面需要做 第一方面作为乘车人 交通工具必是个载体 那么这个载体 使用这个载体的乘客 首先要把控好 你这个时候不见 我们严格禁止在这期间 因为有发烧 有咳嗽 有病的这些 有疾病的同志们 这个时候你乘坐交通工具 去旅行 去工作 这是觉得不允许的 所以你康复以后 你才去符合条件 在健康情况下 你去完成你的工作任务 这是第一个方面要求 那么对于所有的 这个交通成员人 刚才我们铁道 交通民航 几个方面都讲了 提了很多的要求 一定是国家 对于几个成员人 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包括你通过道路交通 也提出要求 应该严格按这些要求 做好 做细呢 应该说控制通过交通工具 全部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谢谢你的提问 好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一个提问 小孩子 谢谢主持人 你好 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 我这两个问题 给民航局的理件局长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了解到有媒体称 现在中国国内防疫物资 仍然比较紧张 包括应急物资和人员运到一线 仍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湖北这些重点地区 前期我们也了解到的 民航部门 一直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下阶段 民航系统应急运输保障的重点是什么 谢谢您 好 首先感谢你的提问 自疫情发生以来 民航局坚决贯斥 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 只是批示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的统一机制下 我们从1月24日至2月14日 民航局共组织21家国内航空公司 执行了紧急持援武汉航空运输任务 241架次 四十八价次 包括物资的运输 紧急物资的调回 任务执行中 民航局采取了快速响应 各单位积极应战 请战 团结协作 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的挑战 其中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用了一个小时 完成了 克强总理要求的 两万个护目镜的相关任务 最多曾经两天时间内 50架包机运送6288名医疗人员 持援武汉 最远的赴南非的德班 将54吨防疫物资运送回国 下一步民航局 要按照要求 落实 并鼓励 更多的航空公司 参与到 疫情防控的运输保障工作中 组织更多的力量 确保全国支援武汉 湖北 空中运输大通道的畅通 要求各公司 同时要注重 一线人员的健康 和安全防护工作 另外呢 在这个过程中 民航局也注重发挥了 通用航空 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通用航空啊 应该讲具有灵活 方便 便捷的特点 是应急救援 和抢险救灾 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当前呢 应该讲 疫情防控到了最吃紧的阶段 面临的小批量次 多批次 高频点 点到点 紧急 调整 运送 医护人员 和物质运输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时期 包括 消杀 灭 消毒 杀灭这个任务 繁重 民航局呢 最近是紧急部署 一是呢 动员 全国的通用力量 是吧 拥担社会责任 积极主动投身 防疫防控工作 二是呢 开辟了通用航空 参与疫情 绿色通道 采用了 加快飞行审批 加强机场地面保障 优化 加油结算 争取燃油 收费的优惠政策 汇集各方力量 这个保障通航啊 发挥更好的作用 使其成为民航业 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战的重要支撑 根据统计 二月十四号 就是到二月十四号 全国呢 已经共有 一百二十三家 通用航空企业 使用了六百零八架 通用航空器 共飞行 一千三百零八小时 四千八百九十八架次 完成了 药品物资的运送 航空 喷洒 消毒等 任务 其中呢 湖北地区 有二十七架 通用航空企业 使用了五十三架航空器 累计飞行了 两百零一小时 共计二百一十三架次 运送 短头运送 它方便 快捷 物资 药品 五十三吨 在疫情防控中 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谢谢 好 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世卫发布人 谢谢各位 好的 刚刚我们直播的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春运返程 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